核酸检测需要空腹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马战平 陕西省中医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核酸检测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医学上叫抗原检测 一个是抗体检测 这两种检测方法 对诊断新冠肺炎 或者预判它是不是排除 都非常的重要 核酸检测不需要 核酸检测不需要空腹 为什么不需要空腹呢 因为它与吃饭的关系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患者 如果早晨的话 最好不要吃饭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核酸检测的时候 要采烟柿子 烟柿子要在烟护壁上刮一下 或者从鼻烟柿子 从鼻腔进去 反正要接触人的烟部 如果接触烟护部来后 人会产生疼痛 这是次要的 关键是难受的 恶心啊 想吐啊 如果你吃喝了以后 容易呕吐出来 就容易产生物系 老年人的话 更容易出现 或者儿童的话 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空腹 这个是核酸的 这个抗原的问题 抗原如果检测出来 是阳性的话 肯定是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我们一般也叫 新冠确诊的病人 应该是这样的 这种阴性的话 都检测了以后呢 出来阴性的 也不能判定 你不是一个新冠病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有假阴性的问题 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抽血 我们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抽血查这个 也不需要空腹 它查的是新冠的抗体 新冠的抗体又分为两种 我们医学上叫 IgM抗体和IgG抗体 IgM抗体呢 是一种先进感染的 一个抗体的标志 如果有这个抗体的生成的话 一般认为先进感染的 一个新冠病毒的病人 如果是IgG是阳性 IgM是阴性的话 它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判定 也有可能是既往感染过 它身体内已经产生了 正常能抵抗新冠病毒的 一个综合体的抗体 当然这两个 一个阴性 一个阳性 或者两个都是阴性 这个要专业的医生来判定 而不是我们普通的 劳比性判定的 原则上不要空腹 但是空腹 采血 或者采烟护鼻的 烟柿子呢 最后 我们下一个阵子 我们下一个阵子